看下阿貢Channel有什麼新變 嘩!是玩轉廚房呀 Hello 師傅 今天又教我們做什麼菜呢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種清新的菜式 和風玉子蘭素麵 我們所需幾種重要的材料 首先是蛋皮 我們用了兩隻蛋把它煎皮 想知道怎樣做可以留意上一集 然後我們要梅子素麵和素麵 然後還有一點蟹柳 紫菜絲 木魚絲 還有切了的蔥花 還有切了絲的青瓜絲 好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了 首先我們會把蛋皮切成絲 我們把它切成一片片之後 盡量慢慢切 否則就很容易散 我們切好這個蛋絲備用 一碗水之後我們就可以先煮這個素麵 首先我們會煮這隻白色的 記得要水滾 我們要慢慢放下去 因為這隻煮的時間就要多些 大約煮六分鐘左右 我們大約這隻煮了三分鐘 我們會把梅子素麵加進去 那梅子素麵呢 我們的份量就要比白色的素麵少些 好 我們均勻地煮 記得煮的重點是要大火煮的 還有不斷攪拌 如果不然就很容易黏在一起 好 六分鐘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倒進西裡 我們由於要把它過冷河 好 把它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開水後水 把它不斷沖一沖 沖一沖我們期間要加些冰的 再加一些冰 保持它的爽口 不斷攪拌 麵就不怕太軟了 和爽口一點 我們大約沖它三十秒左右 期間不斷攪拌 好 完成了 好 我們準備了醬汁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加熱 把它煮回滾 剛才加了味淋 還有豉油 還有水 加少許糖 調一調味 還有少許木魚粉 因應 如果怕甜的糖 就要加少一點 我們一煮滾了它之後 就要關火 把它冰冷 好 那我們麵 就加了冰水 已經把它浸凍了 我們就可以上碟 我們夾適量的麵 我們可以有少許擺設 最重要是浸凍一點 我們大約是浸三分鐘左右 水分要把它煎乾 如果不然 稍後加了醬汁 就會影響味道 好 我們放了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之前準備的材料 慢慢加上去 好 那我們準備了 之後 我們可以把材料放上去 很多材料 我們都會把它切成絲 肉質 剛才把它準備 少許 加了一些肉質 然後青瓜絲 這樣就會比較清新 然後蟹柳 準備少許蟹柳 加少許木魚絲 最後我們會加紫菜絲 最後我們會加紫菜絲 最後就可以加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味道可以少調一下 如果不喜歡太甜 糖就可以加少些 好 好 接著我們最後就可以加少許 蔥花在表面上 好 這個菜式完成了 嘩 試吃時間到了 好期待這個麵 試試看 這個冷麵很清爽 又彈牙 真的會一口摺一口地吃 如果你都想學煮食 可以在Facebook上搜尋 公聯儲牌 會定期有不同類型的烹飪課程上